近千人參與EWC官方投票 83%的人覺得第一關會贏 這個哪準啊 這粉絲投票而已啦 哦哇操 決賽海報 眼鏡裡面透著濤伯的畫面 好猛哦 菲可哥 啊最後順便來看一下這個石油杯 全部的BP統計啊 總共15場比賽 酷奇跟泡娘就是180BP率啊 藍寶也是100% 不過藍寶比較常是被BP的啦 然後中路就是一人一隻嘛 呵呵有一個兩場竭力的笑死 豬女80%勝率 感覺今天打野豬女應該蠻關鍵的 我覺得啊 感覺今天打濤伯 泡娘先BP嘛對不對 也不要說菲可的泡娘怎麼樣好了 就講小奶油就好 小奶油的泡娘太頂了 小奶油的泡娘是 目前這隻石油杯看起來啦 唯一一個真正意義有泡娘壓制酷奇的這個對局 有這個畫面發生啦 所以你不能再讓他選啦 反正前面兩隻角色BAN一BAN的話 阿奇爾就有出場空間了 石油杯泡娘打酷奇9場78%勝率 好啦不然我這樣想了一下 其實最高可能性應該第一局啊 BAN那個什麼泡娘 山納藍寶 蠻有機會的這三隻啊 當然還是要看紅團方 紅方BAN這三隻的機率比較高 喔塔莉亞豬女按掉了 欸山納按掉了 藍寶按掉了 該不會再按一個泡娘吧 應該要BAN泡娘吧 真的假的T1要開嗎 喔BAN掉沙皇 這樣子的話如果你BAN泡娘 我就可以首想酷奇 落入一個不敗之地 哇蓮娜那BAN掉 那張泡娘放出來了 好啦第一局放一下好像可以接受嘛對不對 好啦一人一隻還可以啦 第一局投鐵試一下啦 對啦 其實BAN劉娜那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理由嘛 對不對 因為Carrie的布朗姆 又不太行啦 其實波舞啦第一局試試看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不是的話等於說你自斷一條手啊 喔鱷魚喔 先選上路嗎 反正上路是犧牲點位啊 而且他是藍方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會被Carrie 所以索性先選 然後打也往後擺 因為他的角色如果夠的話可以Carrie 呃nice 卡桑蒂還行 打鱷魚 雖然說鱷魚前面會有一點小限權啊 不過都可接受範圍 Talbo這個陣容 現在就是一個前期節奏拉滿 前中期節奏超級強 可是如果你優勢不夠大 卡桑蒂裝備一起來 你就是5解 哇傑蒂這個傑蒂一定是AD啊 T1決定直接拖後期耶 喔欸我其實有點擔心T1這樣子扛不住前期喔 T1的前期 應該是完全打不贏Talbo現在這個陣容 這把照理來講要換的話是T1要換線 可是T1這個隊伍不會換線 所以我覺得不會換 簡單講啦 左邊前期非常強 右邊後期很強 Owner第一輪很重要 Owner第一輪如果能做到事的話 可以把Talbo的節奏壓下來 相反的如果第一輪沒做到事情的話 應該節奏會很難控 選完腳之後 訪問教練耶 B1P之後訪問耶 好新穎喔 他選艾爾文要增加他這個雙射手中後期的容錯率 他有團戰能力 因為他的中後期團戰偏弱 如果是茂凱的話 雖然說前面節奏比較好 但是後期團戰沒有艾爾文強 哎呀 但Talbo的陣容就是真的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他的開戰能力比較差 除了艾西的兵艦之外 你非常仰賴369的繞杯 這上路兩個人在這邊 哇 都是換輸了 啊 啊 皮了 哦 哎 中路泡娘吸到 這個演的經驗耶 啊 可以兩波 第一波就上二 啊 369在幹嘛 啊 369 沒水了 可是花被踩掉了 啊 好難受好難受 完蛋 這布朗姆 可以完成這麼兇的啊 布朗姆艾西 Faker 啊小兵小兵 完了 小兵太痛了 啊 啊 完了 要讓小奶油 滾到節奏了 哇 艾西 照到你了 知道打野往下刷 啊 這根本 你們看 全部的兵都在打Faker Faker閃錯邊了 Faker太太贊了 啊我知道為什麼菲克會 菲克是不是沒有注意到 小奶油一開始有吃到那個眼的經驗啊 所以一波就上二了 他可能想說可能還差一隻兵 所以沒上二所以他能贏 應該是這樣吧 不然剛的畫面超級奇怪的啊 他可能在T1的盲視也吸到那根眼的經驗吧 完蛋 前面超難崩的呦 哈哈哈哈 下一把弄在這邊泡娘了 怎麼莫名其妙崩了 其實也沒有到莫名其妙啊 超伯前面前提就很強啊 為什麼迷口玩的這麼噁心啊 怎麼會在這裡啊 玩的這麼靈性啊 各位你們看我買這個什麼 青草茶就是為了現在 亮一下火氣 我看見他很常見 他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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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把大龍 下一把到藍方 可能藍寶 奧娘吧 我不知道 這先被空彈 哇 這個下路壓制力也太高了吧 哇 打兒子欸 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上路也是爽完 哇 現在只能猥瑣發育啊 艾希的兵箭 確定了 這個打野的位置 哦 等等下路有一波大波回推線 奧倫會在上半邊吃紅buff 等等下路有可能又要著重 哥哥沒帶進化欸 後期有救嗎 其實真的論後期 左邊不可能贏右邊啊 其實他帶什麼無所謂 他把前期的打線能力增加就好了 購士打坦克一定要帶爆破啊 購士打坦克一定要帶爆破啊 推線然後爆破 哦 中到 一人一格感情不會散 可是Owner還沒有六等欸 Owner還差一點點 Faker有誤防血了啦 起碼有誤防血了 哎呦 被小患了一波 哎呦 哎呦 拍大絕打就跟那邊一個閃 那開大打這個愛惜一個閃之後 這個小龍應該是沒有要打了吧 等等這個小龍估計又要上了 偷伯這個陣容前期真的是想幹嘛就幹嘛 老實說 尤其是中路跟下路 你看這三線都有優勢啊 這個選完就是一個三線優的陣容 那Owner三線烈他其實也不能幹嘛 其實這場現在選完 應該是要覺得T1選的不好 因為這個線太烈了 這人說 沒有支力點啊 你要撐到後期是有點難撐 當然後期是比較強沒錯 呃沒閃沒閃沒閃 沒綁到但是沒閃了OK 強迫取分 中路好像也要被GAM了喔 現在T1 looking to try and answer as fake under his inner turret 啊 that's a very optimistic Gank but they're still gonna get so much free time with this out they want to get some 亂了一下T1的節奏 啊冰箭射罩了 啊冰箭射罩了 What the fuck 又中 不是啦 GK2的IC是怎樣指定技喔 這場上路玩的超開心的欸 就是一直月塔洗兵啊 然後給你石頭 上半邊野區的壓力 他這個冰箭還有喬一點點小角度欸 哇 哇 哈哈 那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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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氣壓低氣壓 五重 上路先GAM看看嗎 啊 這能殺嗎 哇帶走欸幹嘛啊 欸正常走不就好了嗎 正常走不會死吧 哇 欸會不會被單殺啊 老哥 Q下個Q 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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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O 沒有遺憾啦 好不好 反正這把是不可能贏了啦 你說後面幾把 還沒差你知道嗎 但這把是不可能 畢竟有時候 然後 這種局就真的是無解 通常這個時候應該會在想下一把BP了正常來講真的是這樣 教練應該在想啦 大歐花女前期就沒節奏不是三線列沒有節奏啊沒辦法 你看一下T1選的陣容選完三線列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幹嘛 再加上中路一開始都被單殺了無限被推那是要打個毛線 而且鱷魚一直月塔起兵 月塔起兵代表什麼 上半邊野區完全被踩住 下半邊野區又有JKLV IC可以兵艦 這個 櫻極長空可以照 就這場啦 歐納的動線是完全都被掌握的 歐納應該是 有點像是螢幕給別人看的感覺 他根本做不了事啊 哇小奶油再拿一層大的耶 為什麼主播為什麼現在比賽不能點了 可以點啊啊沒人要點而已啊 不沉穩的規定啊你有聽過這個詞嗎 369皮了 哇兵界又中 歐納也是 這個人開了吧 這個人開了吧 太誇張了啦 ㄟ進化 好 各位討論一下宵夜要吃什麼好了 這把的時間趕快去買個宵夜 下一局再來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要去超商買東西的趕快趁現在去買 反正這把是沒救 就這場 其實最大的關鍵是BP啊 這場最大的問題是在BP 其實選手操作是其次啊 哇這個角度 準啊 現在是不是三寒冰取樂都會贏 其實這場 我覺得 超伯選的是他前期非常強 那T1選的三線列他做不了事 雖然T1後期比較強可是等不到後期就沒了 關鍵在這裡啊 就T1的陣容沒有一個支點啊 可以支撐他前期啊 哇差點重 369倒地 369其實這場就 這都能嗎 現在大家就盡力操作有沒有 現在大家就把操作拉滿 熱一下身 大家現在就趕快把操作拉滿一直打一直打 後選為什麼不選康德 巴德是小康特 可是巴德康特的點在團戰而不是打線 然後卡桑蒂其實嚴格來講也算好處理鱷魚 問題是什麼 鱷魚前六等還是比你強 因為鱷魚這個角色就是惡霸嘛 現霸 所以他前面的效果還是有打出來 我真的買了一條這個巧克力 最後不是問你們好不好吃嗎 我現在來吃看看 你們說很甜還是什麼小的 真的很甜 我已經很久沒吃巧克力了 又中 哇草賊跳臉耶 三角 Faker贏了 369玩開了 369是不是覺得自己的畫面太少啊 一直在刷存在感 這就好 對 所以小的貴贏 所以小的貴贏 T1 gets回來了 是貴贏320的貴贏 我們在這場上 我們都知道霍律的貴贏 但是我們在這場上 T1會有幸運 是可以拿來 我猛的貴贏 我猛的貴贏 在這裡 T1的角色 因為 JacquesLup 可以把他手套 他把他手套 讓他打開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這場到底要怎麼說 這把已經沒什麼贏面了老實說 原來是多一個卡商地喔 不然好像真的能贏欸 等小K神開戰嗎 我覺得現在假設泡娘不要死 艾西先死 超補還是能贏 開箱了這位置 靠靠怎麼有人把他推走阿 加魯的 加魯的榜好像是被布朗姆擋掉 不是被推走 鱷魚 加魯的大招吃不掉 加魯有綁到艾西啦 只是就沒有辦法 綁到又如何 對 對 比 an even more real chance there to finish him off but now top of his boards baron in hand getting that third Dragon one away from Seoul everything's going in their favor yep I think we knew that T1 weren't going to be able to contest for this Dragon Baran then going to be utilized to push down some of these waves you can see Faker just trying to deal with the top wave so that that one isn't going to be crashing at the same time but defending this bot lane inhibitor is going to be so incredibly difficult then there's two inhibitors down then there's so much pressure on the base and T1 will never be able to exit 誰叫T1很長過年 不知道是真的 T1好像前兩個波都是第三局落後5000左右逆轉回來的 但是這個不是關鍵局啊 好像沒有那個神力了 其實T1會讓人有期待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落後5000 也會一直找機會 不會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雖然說贏面很低 但是他還在想辦法創造機會 推兩個 傑利 鱷魚 鱷魚打一套加羅就尖叫了 不是加羅 傑利就尖叫了 BAN泡娘 我說完誰贊成誰反對 你還要藍方首選泡娘 你還要再試一次 再試一局之後 假設沒了就兩局了 你要也是先拿一場回來之後再試吧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是 正常來講波五試一局就極限 小奶油重泡單殺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啦 你們有發現為什麼小奶油這邊會升兩等嗎 因為前面這裡啊 這邊小奶油撐到一隻眼睛的經驗 我在想啦 菲格是不是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沒有注意到這點 你看 假設這個是一等 是不是贏啦 就差一隻兵嘛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 其實是有看到泡娘去吸那個經驗的 我覺得T1不至於會不知道吧 還是其實會 還是菲格覺得他就算上兩等位也會贏 一般是要七隻兵上二 但是如果你有吸到一隻眼的經驗 你就可以六隻兵上二 往後閃點的死嗎 其實我覺得菲格應該往 後面閃 你看 幾隻小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隻小兵在打菲格 往後閃的話應該只剩三隻兵打他啦 我覺得好一點啦 但是 往後閃就有機會沒殺到嘛 對不對 那菲格就是想拼殺才這樣打的 如果真的殺死的話 菲格升兩等應該是不會死 泡娘 十分 你憑什麼現在還有泡娘玩 真的耶 對啊為什麼 第一局嘗試啦 好啦 答應我後面不要再放泡娘了 真的 JK的那個兵劍真的超準的 Miko 十分 為什麼連布朗姆都可以玩得 這麼有進攻性啊 小天九點九 小天是不是 重回S九啦 這場369 你們會覺得他好像沒做什麼事 然後一直在送對不對 其實他 有一個點玩得很好 就是他一直越塔喜兵 踩在對面的紅區裡面 然後下視野 再加上艾希的這個英籍殘空嘛 可以探這個 敵方位置 Owner整場啦 動向都是被抓住的 魚王鱷魚這樣一等進去走一圈是可以的嗎 我是覺得他走的有點太過分了 越塔喜兵不怕飛格支援嗎 有人一等就被單殺了他要怎麼支援 而且他是酷騎耶 酷騎要怎麼支援 浑身上下沒有任何一個CC的 都不知道怎麼支援 但有優勢才能這樣玩 沒有 並不是 因為鱷魚 選出來天生就是優勢 所以你看到他 很前面就開始越塔了吧 鬥斯2.4分 鬥斯那個塔下有一波操作極了呀 然後飛個T上來兩個一起死 Owner2.4分 這把Owner2.4分就沒有道理 他這場就真的沒得玩 他玩不到遊戲的吧 超伯真的適合這次版本嗎 目前看起來挺適合的啊 胎戰斧 Maco都玩得很好 然後他是老輔助 一手布朗姆 剛好Counter這些角色 然後這個版本AD嘛 伊澤 艾希 傑莉 我們哥哥都會玩 中路 泡娘庫騎 小奶油 玩得很好 打野 茂凱 埃爾文 加羅 雖然說啦 玩不起野河嘛 小天 可是玩這種AP保護服 功能型的AP也還行啊 上路就是專心混嘛 那不是很完美嗎 369 369這個人就是一個綠葉型玩家 這個版本上路是混的 他就會很強 Sanna T1 BAN掉了 艾希 BAN掉 哇 偉大 直接 硬生生打出一個BAN位 哇 BAN帽娘 那應該是要一選藍寶 不投鐵 阿里非愛嗎 可是非愛 就很怕冒凱喔 可以是打 哇 回去以前的版本 我知道了啦 T1就是 覺得 被你這個 硬斧啊 開陣型硬斧打到 你是受不了了 回來選這個很好打硬斧的 你們知道當年為什麼 最大的打會起來嗎 就是因為打硬斧啊 那這樣子這個打線 一定是舒服的 淘寶有可能會換線喔 這場 因為他的下路線 是一個非常難受的組合 大家有沒有印象 換線當年為什麼會起來 就是因為下路打線太強 兩邊看好哪隊 這場其實我看好T1 我覺得T1的陣容前期蠻強的 而且濤伯其實 這個隊伍啊 他打前中期的時候比較在行 這場前中期一定會正面碰撞的 T1這個陣容前面碰撞真的有點強 但是T1這個陣容就只有前期啊 前期只是把 濤伯扳倒不太現實吧 但都選了啊 你前期不扳倒這把技了呀 輪流訪問教練 這個訪問教練的東西一定是跟各隊討論過的啦 不可能是很臨時的 他們感覺壓力很大耶 他把麥克風起來過來很可愛 怎麼有訪問環節 石頭被蠻屌的 BP完就訪問一下 我真的覺得不錯 如果隊伍都沒有意見的話 在BP完的時候訪問教練 這樣子就不會有馬後炮的問題對不對 我就當下就問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啊反正選手聽不到啊 你只要確保選手們聽不到就好了嘛 終於開始了呀 啊亂講 這畫面怎麼是這個顏色 這畫面的 老實說 我們這裡之前幫T1加油 現場坦了那麼大聲 我們這邊也要喊一下 T1加油 T1加油 T1 T1 加油加油加油 你們要一起喊啦 讓我一下 soil 處睡 你如果要一起喊呢 我怎麼沒聽到 今天聲道 你可能會覺得 知道T1 喔 T1 滿的 T1不懂中文 他聽得懂 T1就好了啦 換線 有沒有 真換了 但T1有放一根眼啊 要提早探測你有沒有要換線 喔 T1 很細節 啊 看到了 欸 有在掃眼欸 沒口 欸 怎麼後面有一個卡上地 喔 輔助跟上路要去亂打野喔 讓亂的到嗎 欸 快跑快跑 老哥 哇 完蛋 T1 哇 歐納 喔 這個閃 喔 好險 好險有閃 好險閃好了 算得好啊 哎呀 歐納看到你一個輔助過來碰瓷 以為你上路不在這裡啊 沒點Q 差點又炸了 真的 欸 不自如炸了啊 好 這個上路是 三波進 很經典 只是現在點塔效率很差啊 T1這邊應該保底拿三層啊 桃湖這邊感覺最多一層 哇 你看那個塔 硬到靠杯啊 超級難點的 這個版本就是長這樣 而且你人多的話 防禦率 這個塔啊 可能有些人是新手不知道 防禦塔現在 前五分鐘上塔 只有上塔喔 對 只有上 欸 中塔有沒有啊 反正不重要 就是上塔會非常硬 有一個減傷 英雄減傷 所以他要三波進的原因 就是因為讓兵多一點 讓兵去打那個塔 所以那個大概一層啊 通常應該大多數都是小兵打的 欸 怎麼有人傳回來 兩等 你搞毛啊你 你怎麼傳回來啊 人家 還 站在你前面呢 啊 正常來講不會傳啊 正常來講是不可能傳的啊 正常來講是Reco走上去的 因為你不知道對面有沒有走 不是啊 想爭取下路手打不可能 不可能一波就點掉了 下路最多就三層了 你看三層對吧 下路拿三層 不能再多啦 我剛剛覺得最不能接受的是 明明人家也沒有騙宙斯對不對 你們有看過 之前 我忘記就是 就是捐具還是誰 在MSI有用過一招 全部人蹲在三角草叢裡面 就是蹲在草叢裡面 騙你說人都走了 然後你傳出來在塔殺你 可是沒有啊 人家就站在塔下而已啊 又沒有怎樣 你就直接傳過去送欸 捐具打BLG 沒辦法理解欸 真的 剛剛下斧有多草嗎 可是我記得他好像在 剛剛走進草裡面沒多久呢 正常來講是會 確定完全走了 你知道嗎 只要不確定都不會喘 對啊 剛進草而已 阿里 阿里 飛個6等 飛個 飛個操作 哇 空Q 哇 nice 清的好 再一個再一個再一個 喔爽啦 火燒速 又靠 哎呀 2024年了還在靠FAKER 哇 這個傳送太靈性了吧 這個傳送超級靈性的欸 欸欸欸欸不會吧 欸欸欸不會吧 都是你這邊死了 饒不了你欸 然後線還超爛 Wave's also in such a terrible spot 喔 做事要硬推啊 做事只要換線了 不是啊到底在幹嘛啊 What was that 欸欸 呃 怎麼了 怎麼換TOP亂掉了 欸怎麼大家玩得這麼奇怪欸 玩得這麼猛 喔這個傳送 太細節啦 FAKER哥 這波FAKER上6等 其實 應該算是小奶油的問題喔 因為兩邊中路都沒發生什麼事嘛 所以兩邊經驗應該是差不多的 都應該是快上6的階段 那都快上6你就應該提醒一下啊 說隊友 FAKER可能在一兩隻兵就要上6了 你這邊可能不能打太久 但309硬想要把那個線給送進去啊 宙斯一直這樣合約到的 有上路可以點到位置嗎 我覺得啦 宙斯不可能有人換掉 宙斯可能 在T1打一輩子吧 其實我覺得如果T1真的要換的話 也是換打野啊 因為我覺得 真的 感覺Owner可取代性比較高 沒有那種非Owner不可的感覺 哇 這個我Q 可以 不是 主要是 如果真的要換一個 我覺得只能換打野啊 就真的要讓我換一個嗎 FAKER可能換嗎 FAKER就不可能換了 FAKER如果換掉的話 T1就比較T1了 哇 一閃 哇 好細節 好細節 舉到 呃 完蛋 Owner 啊 不是他Owner你在幹嘛啊 你為什麼不等FAKER的E啊 FAKER的E不是剛交掉嗎 都沒E技能了 T1 然後一直空Q欸 不是 非愛 阿里最強的組合就是 可以把控制接滿嗎 你看這裡 飛個沒E啊 你看這一拍才有E 急了呀 T1 我們在剛討論 Owner要不要被換的這個問題 他馬上就證明給我看 但是啦 我跟你們講 討論到T1換誰的問題 T1粉就會不爽 因為沒辦法 這個目前這五個人已經是最佳組合了 大家都有情感了 換誰都不對 當然啦 最好是五個都打到底嘛 可是我覺得啦 換人也沒有說什麼 不好啊 對吧 就 你看任何動畫 總會有換人的篇章嘛 對不對 新的成員加入啊 唯一真神 唯一的主角 飛可哥不要動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小夥伴新的來的 也有這些新的摩擦 也不錯啊 新的Story呀 對呀 你看Keyong跟Showmaker都分手了 還有什麼是不能分的 欸 中路又打起來 清道 哇 這個操作 敲奶油 用E技能跟Q技能 把魅惑的這個CC直接吃掉 只是 Owner的空Q 這個畫面是不是很太多了 他這場有Q中人過嗎 為什麼我們感覺他每次出手都是空Q You know mor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most big laners themselves Just yesterday 完蛋 藍寶沒有壓到卡桑蒂 等等要難受了 欸 這個陣龍沒有吃到龍 季 這個陣龍被斷龍狠了 沒辦法啦 中路章打輸兩波 不該給的東西也要給 對呀 抓到喔 差一點差一點 nice 有沒有看到 T1這個陣龍前幾的碰撞能力是真的很強啊 你們看T1這麼多失誤 可是 大部分的局還是打贏的 就是因為他這個陣龍夠強啊 不會打出吧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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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一個W好險 欸 貴大 無須多言 太猛了 哥哥 一則逆康特 一則逆康特 好啦 T1粉看不下去就可以先睡啦 明天看YouTube精華就好了啦 說不定等等讓二追三嘛對不對 但是你可能看不下去我幫你看啦 最遠距離的Q欸 叫哥哥的伊利都這麼猛嗎 今天有一個風谷乞丐熊哥哥 然後LPL又有一個哥哥 哇 我看我今天看那個 安內偷在那邊玩風谷很好笑欸 超好笑的 所以他最後有抽到輪迴嗎 他1000顆 蘋果有抽到嗎 我不知道 我看到一半 就去睡覺了 因為晚一點要開台 所以 就沒看完 沒抽到 笑死 我看他還穿那個橘子熊的衣服 很好笑 T1現在經濟也是有領先喔 主要是下塔 哎呀被單殺是真的有點傷啊 只是T1現在有個好消息就是說 他龍有吃到一條 喔有了有了 沒有盾了 喔舉到配合7嗎 漂亮 藍寶跟飛愛的一個搭配 可以啊 雖然說Owner的Q又沒打到了但 鬥斯這波玩得好 來得很及時 Faker 經典發揮嘛 有沒有這個組合真的很強的 只是打架很強啦 那其實現在贏了就 還算多 現在贏了 還可以 但當然啦再多一點是更好 最好是20分鐘要5000啊 現在接近5000了嗎 直接在大絕上面燙好燙滿 大絕然後魚叉跟Q直接燒爛 而且是超過50怒的那種 超過50熱能的加強傷害 對 Doubling what it was moments ago, 4,000 here, the advantage for T1. And now Top Esports, they need to try and stop the bleeding. We'll see where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or if they are able to do that. It's Gumiushi and Keria here in this mid lane. Even though that 1v1 goes the way of Jackylove, I think that Gumiushi being able to offer so much extra power over to Keria is going to make these teamfights still extremely difficult to navigate for Top Esports as we get towards this mid game. Late game, of course, Top Esports, There are a whole lot of different answers. But it's all about creating these leagues. 欸~~Mako又怎麼了? We'll do so right here,24 seconds on this Dragon. 欸 Mako是把 T1當上一場在打是不是? 表色都不同了,前期不能這樣隨便玩吧? 感覺他是拿盾舉在別人臉上哩 他拿盾直接举在別人臉上呢 浴室者 這個應該掉了吧 阿媽 哇這個大拳四個 哇 哇 宙斯 回魂了 舉到 漂亮 可以殺嗎 哇 太神啦 喔 好 哇好猛喔 哇 超猛欸 哇 哇 哇 喔 喔前面 前面讓那個欸 打 讓對面直接一個輕敵了欸 哇四個人 站好站滿 哇 藍寶的大絕擋不住啊 好感謝 韜伯在石油杯的首拜要出現了嗎 欸真的欸 目前韜伯在石油杯一個小局都還沒輸過 哇 四四七六 鬥斯目前也是把前期的失誤給彌補過來了 果然T1還是要創造自己的版本 逼別人來打我的版本 而不是跟著版本走 不過我覺得 泡娘接下來還是得ban啊 對吧 感覺泡娘等一下還是要ban 你看這場 不投鐵啊 泡娘給ban掉 看起來成效就有 我覺得小奶油雅寧也不是弱 小奶油雅寧看起來也是搶的 只是牙寧這個角色前期就是沒有那麼給力啊 好啦 艾希也ban啦 艾希確實猛 主要是哥哥的艾希很猛 昨天想帶有的牙寧是超猛的 猛啊 我沒有說弱拉 就是時間還沒到啊 因為這個角色要發育啊 這個角色前面就是得發育啊 這個角色前面就是得發育啊 小炮艾希最後一個一樣三拿啊 贏了就不要動ban腳啦 贏了最忌諱動BP啊 對吧各位 就照著ban就好了 雅寧強的點是在於這個 這個中期開始的邊線啊 但起碼要兩件 就是雅寧 我一直覺得他團戰 就算到大後期也是一般般你知道吧 但他在中期開始 他在邊線的那個能力真的有點太好 然後打線 因為可以點綠的嗎 然後加瞬級步伐 然後多完盾 其實扛得住 雅寧也算是一隻 扛線能力不錯的角色啊 雅寧其實強的點是在於 中期開始的一些小碰撞跟邊線的 那個帶動 其實我現在反倒是比較擔心姑媽 因為姑媽以前都讓我一直 覺得說 有一種他很穩的感覺 可是今天就 看起來不是 不是很穩健啊 畢竟T1最穩定的就是他嗎 如果他都有點 動搖了 那我其實有點擔心 機器人這版有可能出嗎 這兩個版本太多硬幅了 所以機器人 出不太屌 但如果你看到Carrie啊 玩這種雷娜打的話 你可以選機器人啊 你可以選 哥哥的達瑞文加上機器人啊 起銀牌 我現在是 我覺得套博這一場就算是 被教訓了 第一場 布朗姆玩的跟進攻 彈腐一樣 讓他覺得說這場也可以照著做 而實際上就沒那個強度 小打小鬧 我是覺得後面的場數 瑞娜達 不是瑞娜達 布朗姆應該不能這麼隨便選 奧波這兩場選的真的是 純粹是覺得說你處理不屌 這個比賽的獎金假設是 這個比賽獎金是40萬枚 然後五個人分的話 我們就簽最簡單的五分好不好 教練團就不算了 五個人分一個人八萬枚 然後假設耗費兩個禮拜 14天 Faker兩個禮拜的薪水 有八萬枚嗎 加上代言可能有對不對 不過當然啦獎金不會這樣分 當然啦獎金不會這樣分 我們就只是 下幾把獎金 其實我覺得 比較高的可能性是 獎金隊伍是另外有一個機制給的 甚至是有可能沒有 我不確定 就是沒有寫進去 因為畢竟石油杯是一個新的東西 在談合約的時候沒有石油杯這個東西 所以你沒辦法寫進保障合約 你沒辦法寫進合約裡面 所以有可能只是隊伍一下你打你就來打 可以問一下現在輔助為什麼都先出耗戰者嗎 因為出完耗戰者之後呢 這個 你有加一個跑速嗎 耗戰者可以跑速是多少啊 15%嗎 在拖戰之後是15%嗎 10%有點忘了 然後血量多 不過 主要是耗戰者有一個效果就是 在拖離戰鬥之後可以回血 10% 那就拖離戰鬥之後回血 等於說你可以少掉很多次回程的 這個 時間啦 2% 2%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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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5% 6%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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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這邊 舉到牙寧 控制被抵消了 藍寶大絕 哇漂亮 殺死一個 哇 喔 算了算了 不講了 可以嗎 漂亮 扎完 nice 好啦不講了啦 Owner 下一把再加油啦 Owner的Q是真的沒打中過吧 Owner的Q 這場到底能不能打中過人啊 有是不是 啊 好啦沒事啦 操作這種東西我們是不檢討的 因為操作這種東西是0場反 nice 打滿 還沒啦1比1而已 有沒有這個陣容前期很強 我現在發現一個規律喔 前兩場贏的隊伍都是選什麼 好嗎 前期很強的陣容 那等等可能 各隊要往這個方向去選 潔力可能出場的可能性會降低 這場MVP我給誰 菲可啊 菲可如果沒有上路救到咒獅 我感覺咒獅這把要050了吧 咒獅完美大招自我救贖 T1清取淘伯板回一層 我覺得忍忍應該不會換BP吧 贏了應該不用換 雖然到紅方嘛 艾西炮娘 珊娜 都按掉 感覺淘伯是不用免耐力 淘伯可能要去按非愛吧 可是是說冒凱 居然擋不住非愛 如果真的擋不住 的話可能真的要按了 我覺得這個布防普選的不好啦 現在你們看一下T1這個選角 是不是回到當年呢 回到騎馬去年的版本了嗎 正常來講啦 以去年的邏輯來說 這個地方應該是選卡馬 而不是選布朗姆 可是因為第一場 濤伯選布朗姆 把T1直接打爆了 而且其實上一場 濤伯照理來講 布朗姆也沒那麼好發揮 可是他玩得很好 所以他可能想說 這把還可以再試一次 畢竟布朗姆可以反開這個 被愛嘛 但是他沒有想到他打線T1 會直接整一個這麼大的 是艾西配布朗姆才強嗎 是布朗姆要打硬斧才強 不是配誰的問題 是打誰的問題 如果這個地方是卡馬 畫面就不一樣了喔 這個下路線EZ卡馬 是好打這兩隻的喔 然後中路就是發育馬 上路想辦法扛住 但其實上路也不好扛 就假設下路打他自己的 其實上路這場 中路阿里有線拳 還是蠻有機會 這個上下游走 這把菲克其實壓力就給的很足了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跟MA時代版本一樣啊 菲克只要讓他拿到能夠推線的 然後能主動動的東西 能推線 然後能主動動的東西 對於T1整個節奏來說 就會好很多 所以韜伯編掉塔莉亞的概念就是 也是一樣的嘛 我倒是覺得 菲克的酷奇可以放欸 菲克的酷奇沒有到那麼 處理不屌吧 如果下一場要改BAN的話 應該是把酷奇改BAN 對阿 這個布朗姆其實補得很 沒有邏輯啊 對吧 你最起碼也是補牛吧 你這個版本最起碼也是補牛吧 小奶油經典的角色 泡娘13場100%勝利 靠北 小奶油生涯泡娘怎麼樣看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上次連勝幾場 15連勝欸 哈哈 那這炮娘太頂了吧 欸是說這波 我當下看的真的很生氣欸 配一格TP過來幫你殺兩個 咒師又被那個TP過來的369殺死 真的超沒有邏輯的 這個看的超級不爽 這個看的超級不爽 欸乾我這邊要修正一下 我當下的時候覺得說 TOP好像沒有騙 但是喔其實TOP是騙了 有蹲在草叢騙 那就是跟捐具打BLG那招 是一樣的嗎 可是正常來講啦 不會踢回去 你知道吧 會直接走回線上 啊 這個要幫咒師平反一下 我當下想說 TOP當下沒有蹲 但實際上有蹲 所以還可以 還是有理由 不是說還可以 是有理由 對但正常這個線不會踢回去 就是一定要等到 我下路確定輔助真的回來 就雙人線真的回來 才會踢你知道嗎 可是不會有那個畫面啊 因為兩邊在做同樣的事情啊 你們看這波 兩邊中路都recall嗎 然後都是五等接近六等 這個地方小奶油應該要提醒 他們隊友啊 這個上野說 菲克 快要六等了啊 不能打那麼久啊 你看這裡菲哥 這裡啊 三六九急著把這個線給推進去啊 他想要讓這個線進去啊 不想被卡 不想被卡 但飛個六等 表戴 後面這裡超級誇張的 這裡 老哥 你都打完一套東西就沒狀態了 人家TP回來的 你還不讓別人卡線 剛剛對面沒有脾氣耶 後面做事就玩得很好啦 所以其實也是有僵攻贖罪啦 反正現在是BOM 才剛兩局過後 你還有三局要打 可能啊最多還有三局要打 也不要太在意一些小失誤了 其實不重要的 如果我是教練啊 我賽後也不會跟他講 剛剛我講的那兩局啊 你們知道嗎 因為其實 沒有必要 因為那個他死掉的瞬間 他就知道自己半存了 特別在跟他講 你就是搞他心態 所以正常來講 就是讓他過 這把BP太爛了 主要是沒有節奏吧 然後對面前期太強了 也是一樣的問題啊 跟T1第一場問題一樣 沒有一個支點可以支撐啊 FAKER9.2 這把都9.2 那什麼才是10分 咒詩7.6 我是FAKER我真的會生氣 上水剛傍晚轉頭就送回去 對啦後面大招贖罪了啦 被單殺 這把真的是雞蛋 好像也沒下入的事 Owner Owner這把也打的不是很好 欸欸欸 看這個人跟我講的一樣 這把玩的真不好 你們去看看 他這把有Q中過人嗎 嘿嘿嘿嘿 啊對啦 有一波Owner玩的不好 這波這波這波你們看 FAKER這已經清掉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阿迪的E幾秒 阿迪的E不管怎樣14秒CD嗎 這裡清掉發掉8分50 下一次好要9分04秒 這裡轉頭就直接閃現R 老哥 FAKER不會沒跟你講幾秒吧 這裡這哪來講都是等FAKER的E技能啊 Owner就是跟著走就好了 等FAKER的E一好 再閃現上去R也可以吧 不擠阿 即使帽帽凱又不會跑 當亥菲克斯的阿 這波是擠了呀 9.2分 可以阿 JKTV這把單殺了可以 其實上一把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聊一下 我自己覺得這個地方選卡桑蒂 去扛藍寶 是比較違反常理的選擇啦 通常會選那個什麼 烏迪爾去扛藍寶嗎 為什麼這個版本不玩鞋子被砍爛了 凱能這把有一個問題是 雅瑟被非愛所投應該要倒 就容錯率比較低啦 可以凱能 但凱能其實打藍寶打線不是很好打 因為凱能很怕消耗角色啊 所以其實就是靠團戰嘛 但團戰又有非愛阿里去盯少他 不見得很好發揮啦 好土龍丸 土龍趕緊練大小姐啊 我又不讓你上訴 你要上訴什麼 還想上訴啊 先跳再說了還想上訴 豬女非愛 非愛按掉了耶 三娜 泡娘跟那個吧 艾希吧 一樣BAN不要改了 艾希換藍寶 我覺得不用吧 真的耶真的換耶 那艾希開出來 對阿艾希也不會首搶啦 艾希也不可能首搶 我提問直接搶艾希 好艾希沙黃 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不如選傑西上路去打鱷魚 對吧 哇石頭人 石頭人可以 哇 卡上去幹 騙我 靠腰石頭人 好興奮一下 石頭人真不錯 哇 那第五四達會穩的話 艾希直接頭麻掉 這一讓艾希去輔助的話 會超難玩的耶 瑞娜打喔 這場 奈德利其實不好發揮啊 對線沒有什麼控制啊 通常奈德利選了 可能下路要選一個什麼 一零控嗎 雷歐娜 牛娜第五四什麼的 這樣很好標嗎 也很好game 或是上路什麼鱷魚什麼的吧 對吧 可是這把都沒有啊 就變成說奈德利就是單掛 我壓誰 其實我覺得這場陣容 淘寶好很多啦 我不喜歡T1的陣容 現在的陣容 很吃下路打線啊 這下路打線如果能贏的話 看起來還有點搞頭 可是我 以我的印象啦 打日文加納第五四 其實打瑞納達 沒有到真的很難打 難打的點是在後面團戰 前面打線還可以的 前面打線還可以的 哦 能打個狀態嗎 拉 拉 拉到了欸 哇 好 好 拿了 很愛 就得了 很好 T1要換線 欸 T1這種隊伍居然主動換線了 就是 T1可以 用 再不擅長 保障 啦 你 只能 做 一 我 你們 G2 versus T1 where they punished Faker for that one ward that he put down over and over again they come in they manage to collapse on that play T1 doing a very similar thing on that topside reading the tendencies of these players i love to see that we can even remember back to game one where we saw the aggressive play from 369 and the same way oh 又沒換線了 假裝換線 sus out whether there's a lane swap or not and it's a great punish so flashdown e start this gives a huge edge to asaius kariya and guma are going to return to lane here we won't actually have a commitment to any lane swap here at level one and now the jungle clear begins oh 拉到 Jackie love trying to land these axes oh 好像有換你呢 嘖 able to throw down the arrows as i say that he crops the axe to the head it's gonna be alright 369 utilizing that level 1 e and maybe he's just gonna embrace it now yeah get the touches in but yeah i mean ultimately Renekton not the strongest level one champion oh 沒關聲音是不是 拍誰關了 but still don't expect too much to come from that but really the bot lane is what is exciting 第二場的時候應該聽不到吧 只有這場我剛剛沒 沒關 沒關 There's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ings happen the normal but it's so delicate against the renata certainly is in renata in a lot of matchups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bailout is a high damage champion like the drayton we see on the other side like a callista and you do so much damage the bailout gives you just a few more autos and you get the reset 有照到 我下路又打起來了激劣線 哇 這就是瑞娜達嗎 很難 很難 但紅有偷到嗎 好像沒偷到耶 123 有偷到的耶 有偷到的耶 有耶有偷到耶 哇玩的好白爛喔 那第五隻沒閃 兩個下路有閃 應該能操作一下 小店被看到 哇 哇 一直找到耶 哎 紅buff 哇 艾希莉大功啊一直找到 現在淘伯下路 下路主 三等了啊 一萬就沒有這麼好打 哇好痛 不能殺嗎 真假要嘗試喔 呃 呃 好像還行 好像還行 這個嘗試是好的 下路想像比我想像中的贏還多欸 剛剛中野都魔攻會怎麼辦 就是中路應該不會去gank了吧 這場打野就是一直無腦靠下啊 應該是不會幫中路做什麼 就頂多幫中路按個回血這樣子啊 這場Fager就是專心發育自己玩自己的 不要出事就好 不過打酷奇應該也很難被單殺吧 正常來講 沒線拳是正常的 沒這麼好打 現在阿奇爾前面太爛了 你能專心發育就好 不要死就好 如果能夠贏2 否則不再出事 你不再出事 對 對 下路真的比我想像中贏的還要多欸 那估計是我的理解出問題 我知道瑞亞達是好打納利伍斯 但我記得這兩個組合組起來沒有那麼好打 但當然不排除是因為T1的下路線本來就對這個組合很熟悉 所以他打起來處理的特別好 也還有奈德利的幫助嘛 奈德利紅開之後就直接反你紅 變成說有奈德利的壓力 奈德利伍斯也不能一直拉嗎 奈德利伍斯 大絕漂亮 可以可以這大絕可以 只是這個線 這個線應該會回推 菲克直接滑臉跟你換血 哇 喔 漂亮 嗚 NICE 哇 想那裡又在攤哪 他想用W 躲菲克的R 哇 菲克很果斷直接閃R NICE啊 而且Owner配合得很好 喔 標的位置很刁鑽 標在推的位置上 絕境里香赫嗎 又要打了欸 沒中擊 好吃到 哇 T1這把節奏也玩得太好了吧 原本我想說這把 應該是套博 節奏會比較好的 沒想到T1的節奏 靠著這個下路跟打野 把這個節奏打開了 對阿 經過這場之後 這個瑞娜達等等就有點麻煩了 經過這場之後 會覺得說 欸 好像 我今年 這個夏季打的比賽都不算數了 你們有覺得嗎 T1又把別人帶到自己的版本裡面去了 補助又開始回去玩這些軟斧了 BENCED BENCED 加羅 現在有兩個打加羅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去踩他的花 對不對 第二個的方式就是 因為加羅一定要全刷 六攤全刷 所以你可以針對這個去套路他 冰劍冰到 但能打嗎 唉唷有保鏢啊 BENCED BENCED 快要納蛇之牙了 現在搶中線 然後等著要爭那個草蟲 下路1打1應該還是打得很優勢 其實草蟲 只吃一隻不夠啊 套博再吃一隻也是四重 阿但沒辦法 給了吧 畢竟這場套博前面 比較強一點啊 而且T1要花時間去照顧下路 對這場是打波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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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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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德利在做事 下路其實也有影還可以接收 不過五層的草叢 這會掉 這會不會直接點掉啊 點掉就不好了 點掉就差有點多了 不過坐姿起碼 直到這個他上去守也沒有意義 他這個上去也是要死啊 乾脆就直接給了 這個上去 霧甲鞋不優先出嗎 通常不會降治療跟霧房鞋同時出 所以 因為打鱷魚的關係要買降治療 所以要買小反甲 那小反甲已經出的情況下就不會再買霧房鞋 所以他就直接把 大的這個反甲給升上去 通常上路是這樣子 不然都要太脫裝 鱷魚現在超肥啊 不過其實 鱷魚這場 進場還是很依賴他的這個 繞背啊 正面的話其實他也沒有很好 做什麼 這場鱷魚還是得 靠他有沒有繞到背 這場是 拖脯前面贏得不夠多啊 那邊是 蝴蝶 對 這場是 這場是 拖脯前面贏得不夠多啊 這場是 拖脯前面贏得不夠多啊 淘伯這場 前期最起碼也要贏個三千 沒有三千的話不太行 20分鐘 但還有點時間 現在開始小碰撞 淘伯應該會稍微站上風一點 Ewan的話就只能做嘗試 Ewan現在傷害略顯不足 除非奈德利撲上去咬人 不然傷害應該是略顯不足 現在這個團戰基本上都打不太贏 最好還是讓菲克換經濟 T1是想打的 沒有 酷奇 酷奇在看 酷奇是不是在等菲克TP然後上去打他 兵劍 有人TP 有人TP到下路是怎樣 哇正面踢耶 什麼意思 喔菲克6狗 抓到了 Nice Owner 怎麼敢的呀 喔 困獸之鬥 中路有TP喔 酷奇有TP 酷奇在旅扣了等等酷奇會踢這個大絕 引到 帶出去 這傷害夠嗎 Nice 哇Owner好痛喔 Owner如果 啃上去鋪上去咬那口Q的話超痛的 姑媽 你應該不會吧你有雙招 Nice 你們知道為什麼 JK的5會被蹲到嗎 因為他開大絕啊 去打那個Faker 那個標的位置被看到 他那個迴旋標來回的位置被看到 哇好賺喔這波 這波 打到 這波還有一個很關鍵的點就是在於 達瑞文的賞金被斷了被動被打掉了 靠北這把 T1能贏嗎 如果這場T1能贏的話 BP會好做很多 這把選完角的畫面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原本覺得奈德利做不了什麼事了 因為我下路打線意外贏超多 然後奈德利又進去偷了一個紅霸服 整個下路節奏就打開了 瑞拉達的效果有起到 完蛋被綁到 沒事 這場 拉到要先拉扯一下 不然被2-1收購回來 好很麻 阿 現在Carriot其實可以上前脈 只要 Maco出勾的瞬間他開大 他就不會死 鱷魚的位置 側面 還可以喔 鱷魚的位置 哇 欸帶走 哇哭泣 哇 直接截機欸 喔 直接溜口 阿阿 哈哈哈哈 鱷魚 鱷魚隨便溜爛欸 哇 鱷魚超肥 欸又怎麼樣 隨便被艾希溜著打欸 哇 aw 大節奏 喔 T1的間接 尚未遷就碰到 噢 Di anu che koo ya Ee Di anu che koo ya Oh Rune chum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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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喔 做事了耶 哇這個鱷魚 啊啊啊啊啊啊 好難受 左邊前面沒打也沒戲了 對 應該是沒戲了 媽 先質疑 不過確實啦 我前面講的困境已經度過了 T1現在團戰應該會舒服很多 因為左邊強的點是在於說他們用經濟滾雪球嗎 鱷魚啊達瑞文啊 可是他們都沒有滾到啊 那這樣子 其實 T1 的陣容會慢慢的發力 這把也太C了吧 而且他第二件 因為他很肥 還買那個 這個叫什麼 世界洞西 還是什麼 還是 那個叫什麼 世界專注 對世界專注 我記得 CENYONG的話第二件 這邊會買什麼 像治療還是什麼的 去電檔對不對 還有什麼女妖什麼的 又會增加容錯率 因為奈德一團戰 如果不出這些裝備的話 鋪上去咬很容易就死 這遊戲 雙方很不錯 2v2 但這也很不錯 跟雙方的戰鬥 雙方的最大組合 4 超級的 E-Sports 不可以走過去 最後一場 可以進去 不一定會有太多價值 從背後 到 Berserk 到 雙方的 超級的 超級的 這場算是少有的一直在邊線帶 而且算是蠻堅定的 另外一邊算打得安分 反正菲克這場都有時間發到獄 上塔 拿到 OK 舒服了 對他很清楚這場後面傷害要靠他打 等等看菲克的出裝看他一下 他是要走哪個流派的 我是覺得這場菲克走一些 女妖精能之類的裝備進去賣會不錯 因為現在優勢慢慢起來了 我覺得T1需要一個進去開戰的手段 進去破陣的手段 不用一直躲在後面戳 他出大棒有可能是買金人也有可能是死帽 不一定 要看 大絕換進化很賺 奈德利買金人增加容錯了 對阿 但通常你買金人的話你不會買大棒吧 你買金人的話你一定會想要先用掉那個小鐘錶 所以通常會去買這個探索者互玩 所以如果買大魔棒 是金人的可能性偏低阿 應該會是面具 應該是死帽 錢不夠的話通常也會先墊著 這包打起來了 龍不重要龍不重要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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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殺完人可以吃龍 哇這個惡意收購開得好 carry阿有用到我剛剛講的 費拉的瞬間惡意收購 奈德利往前 漂亮 NICE 哇飛個 NICE NICE 漂亮阿 切死兩個 那這波也玩得很好 他上去賣了一個身位給菲克進場的空間 大家都玩得很好哦這把 哇突然醒了耶 突然醒了耶 哇 熟悉的這個 瑞納達最對位 再看一下這波 哇這個惡意收購很漂亮 阻止第一波他被 all in 然後這邊看owner 跳進去 他跳 他是藉由maco跳過去 然後Q打在這個jacketov身上 再騙個技能讓菲克可以進場 一回來又死人了 我聽到上一場主播批評 其實上一場我也沒有批評什麼 我只是說 我真的覺得要換一個人 我覺得也要換owner 就真的要讓我選的話 對吧 阿這把有讓我不想換嗎 這把有讓我不想換嗎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五個人打到死好不好 誰先退役誰認輸好不好 五個人到死兄弟囉 現在末期是真的好了啦 打很久了 哇飛個 哇扭掉有Q 哇漂亮 騙了一個大絕 涼了 浩博這樣 有點慢性自殺 哇 好痛喔這個奈德利 差點忘記owner以前也是會玩奈德利的 豬女波比 非愛玩久了 差點忘記 他曾經也是一個 兇狠的美洲豹 哇好痛 哇好痛 那如果這場如果你要讓我選MVP的話 我可能會給 瑞娜打欸 我可能會給小K 因為這場其實是因為下路的獻拳有打出來 那owner才有辦法這樣進紅buff 也算相輔相成啊 但前提是我覺得下路是有贏的 而且小K願意再回去選這種角色 去面對這種應付 owner是後面玩的好啦 對吧 都可以啦 owner或小K都可以 都是玩的好的 只是時間點不同 總不再重播這個 總播一個死人 這場W還沒有提到款過欸 Yuan有看到Kitty發的圖嗎 想可以完全踩爆地板 真假 給我 我們等等看 阿沒拉到 阿沒拉到 阿沒事嘗試吸打 阿沒事嘗試吸打 阿拔阿 阿拔阿 只能吹打巴阿 搞了 有點小可惜 沒事吧 整個線 好像還可以繼續逼個上 不會吧 鱷魚這個繞被 有金人可以風箏可以風箏 這鱷魚看起來 這場鱷魚真的很難走正面 鱷魚這場沒有繞到背都很難做什麼 好難受 舒服的時間過去 下班了啦套伯這裡 飛殼買死帽 對啦死帽 這場我覺得可以買死木之花 對面其實防禦率也還好 我好久沒有看到飛殼是臨死的 是嗎是我的錯覺 我真的好久沒看到飛殼一次都沒死 穩到一個不行 帶走 好 我扛地 殺到就好 雖然空大了 雖然有點小尷尬 哇哥哥 殺人豬心啦 贏就算了還贏哥哥的達瑞文 這座小奶油有真的有這麼容易被看破手腳嗎 第一場還覺得哇不可疑是耶 有泡妞一被ban就人就沒了 飛殼還能起舞嗎飛殼 喔殺掉 復活 飛殼死了 哇完蛋 哇被繞到了 巴龍掉了 OK 小問題啊小問題 沒事啊 重整就好了 三兵移 三兵贏 對面拿巴龍好像也不太能幹 369這把閃到9了 其實還好 369這波就是因為他有閃現嗎 加上有繞到 你們看 這不是鱷魚在後面才有威脅性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鱷魚這場就一定要在後面 這就很吃他的傳送閃現什麼的吧 不然其他時間其實他 團戰不太好發揮了 這波打完之後他沒傳沒閃 根本的問題是沒有解決 所以我倒是沒有那麼擔心 T1現在就慢下來 剛好等第四條龍 對吧 第四條龍出的時候 其實 拋勃也很難走出來 我們等等賽後去看一下那個眼到底是怎麼樣 是不是Carrie有老問題沒有去掃 就正常來講 我們一個優勢方 會特別的去提防後面的一些眼位佈置 就你們有看到有一些隊伍 甚至會把眼線到哪裡去 下到上路再打線的那幾個槽 因為正常來講 推進的時候就不會看到那裡了 有些人就會傳那裡 然後慢慢走過來 扛住頂住兵銀 不用硬點慢慢出 哇飛個好痛 對你看 只要看到鱷魚的話 T1就不慫阿 打正面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不要給鱷魚機會繞背阿 現在都有看到鱷魚 現在都有看到鱷魚 問題不大 高地塔沙皇不能架被動 沙皇只能架外面 阿自己家的高地塔可以對面的不行 欸飛個這把還是買了大穿透欸 對面沒什麼模仿的說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買死木之花欸 那沒關係阿他把傷害拉滿就拉滿了 現在IC就有點像是一個輔助了 不過 說是輔助也不太正確阿 就是 艾西現在的定位對於濤伯來說很尷尬 就是你 正常來講還是會先 想要先抓掉飛格或者是奧納 對吧 可是 古馬尤其的艾西 刮久了也其實蠻痛的 你就很尷尬 到底要不要打他 你不打他他就會在那邊緩速 一直噁心你 對這波要小心喔 369的傳送喔 我們看一下繞背哪裡有眼 上路有一個超遠距離的眼 但那個應該是不太可能 就現在沒有繞背眼 哇 咒斯 一個嘗試 有有看到鱷魚位置 有看到鱷魚位置還ok 奈德一直在釘鱷魚有沒有 奈德在釘鱷魚 不錯不錯 把他釘住就好了 哇好痛 巴龍 一分半 嘖 我其實有點久 我覺得 這場 Owner跟Faker 是出大魔傳棒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們沒有要進去肉搏 他們覺得 打鱷魚跟納蒂魯斯這種角色阿 進場還是有點太危險 他們就想要遠遠的戳戳戳就好了 沒有進場的這個欲望阿 這場就純拉扯局阿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比較合理阿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比較合理阿 OK I'm sending it I'm going to look for the pick I'm going to end the game I'm going to end the game I have to play so respectfully still And the Chemtech Rift actually allows T1 to clear this vision Clear those teleport wards very well They're doing a great job of it so far You can see in these moments in the interim Some of these wards are set up two wards here On the top side of the rift Now four three six nine to potentially teleport to On their next push And for T1 It's kind of a game of running out that elder Oh It is going to spot them out As the spear is going to come on through And owner will be able to steal away the red buff So that's good 現在達維文傷害偏低阿 而且還補了一個大西魔 現在達維文跟艾西對點應該是 一百零完全打不了 YKR完全沒傷害阿 我剛看了什麼 一標是不是 是不是 369 369 懶了 老哥 這個 幽默了喔 該BBQ 但無所謂啦 我是覺得真的濤伯現在 這把 真的很難玩 369在提速了啦 他想要趕快下一把 他覺得這把玩得太痛苦了 受不了了 喔拉回來 哇可惜 留了一個黑黑縫縫 可惜啊 哇奈特利漂亮往前 哇太神啦 這把都能贏 這把下路跟打野玩得好啊 Herry啊完美大招打開勝利之門 除了高地那波之外 T1真的打得蠻好的 對啊 欸真的 除了被369繞背打了一個夸出來之外 這把T1打得很窒息啊 我們剛剛說要去看那一波 繞背那一波 大概從這裡開始嗎 Carrie啊 有掃眼有紅眼 其實AD跟上路都有紅眼嗎 哇這邊有看到這根眼 這邊有看到這根眼 Carrie啊怎麼不掃掉 自命伏筆 你有紅眼 又有掃眼的放一下吧 這場我們選完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濤伯一個問題嗎 就是他這個鱷魚啊 很仰賴這個繞後啊 因為濤伯這個陣容 除了納第五四的Q跟R 其實沒有更好的控制 可以去限制後排了 所以鱷魚的繞背 鱷魚也沒有繞繞背 其實很重要 欸就上一場 我們不是說什麼鱷魚 可以越這個卡桑蒂 後面洗兵嗎對不對 那這場為什麼 鱷魚看起來沒什麼效果呢 主要是因為奈德利這場 就在對面紅buff啊 他們野區其實有點對調了 所以鱷魚就算進那個紅buff 影響也不大 野區有點對調了 他就專心打下半邊 你上半邊該怎麼去 你要就拿去你知道嗎 反正我上路不要死就好了 好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注意啊 這裡啊 我記得咒獅有一波 玩的還蠻意外的 這裡如果是以前的咒獅 應該就會硬手吧 這裡其實T1也不是不能手 你們知道嗎 因為Faker有TP啊 然後小奶油沒有TP 其實這個地方 T1是可以考慮守的 可是有一個問題喔 我今天就是要打下路的節奏 然後我要速龍嘛 對吧 我要把龍控好 就是我下路有優勢 然後我要控龍 然後我要打下 這個時候如果Faker 把傳送角去上路 這樣子酷騎推完線 往下路一靠 你下路其實進攻的節奏會斷 所以這個地方 T1就直接犧牲了上路啊 那以結果來說 下路有打到優勢就還OK 不然其實我自己覺得啦 掉四層塔皮是有一點多 畢竟濤博是拿了五個草叢嗎 這一波直接掉塔 其實有點傷 有看評分完結嗎 來先來看 2.8分 掉以輕心 其實我覺得這場 達瑞文選得不錯耶 我自己覺得是這個啦 瑞娜達啊 選得太好 就是你這邊選酷騎 你不可能艾希一選吧 JKLV再怎麼屌 你也不可能放棄酷騎選艾希啊 這個就太逆版本了 那你也沒想到人家艾希 不配一個硬服啊 當下我是覺得什麼 可能輔助他選牛嘛 對吧 我當下也沒有想到會選瑞娜達啊 因為瑞娜達是真的 也蠻逆版本的選擇 只是他就好打 前排坦克輔助嘛 對而且紅鬚也被爆 369 微微諾諾不敢開 不是鱷魚是要開個飢餓啊 他鱷魚是要開個毛線啊 他是有幾條腿 只會一隻小炮嗎 真賭假賭 小天下路沒線權還要綁架你解線 菲可 欸菲可最高是只有9.2是不是 每次他好像玩得不錯的時候 就只有9.2 但這場菲可就是專心發育嘛 這把菲可有一個點做得很好欸 菲可這把玩得蠻自私的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他的下路加打野 再怎麼肥 最終還是要阿齊爾來C嘛 對吧 他要必須趁著下路打野還有優勢的時候 再牽制對面的時候趕緊的發育啊 我看他自己在推上塔跟下打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靠 這畫面怎麼那麼熟悉啊 還以為是丘比 Owner9.2 蛤 這都9.2 這感覺是目前 本次石油杯玩得最好的耐德力勒 沒滿分說不過去吧 毒麻遊戲8.8 毒麻遊戲這把 其實也算是隱藏的MVP之一啦 畢竟他這個艾希的這個 殷疾長空 可以幫耐德力做到很多反野的機會啊 豆瓷8.3 真的耶 這場繼續性真的玩得好 Carrie這把怎麼可能只有8.8 這把MVP我一定給Carrie啊 但當然要給Owner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我會給Carrie啊 我覺得Carrie這把真的玩得很好 Kitty 桌子太高喔 小K幾公分阿 他身高多少阿 163 輔助的天花板有時候碰得到 但地板是真的踩不到 笑死 喔藍寶 這場T1是把很多的OP角都放出來 欸不會吧 你選Carrie 啊我笑了 哇 竹女藍寶嗎 哇漂亮啊 舒舒服服 真的假的啊 這麼幸福的嗎 處女藍寶一起選 喔 真假 哇出招了 原來T1還有招 滑起來 等一下這到底是獎勵局還是怎樣 不過確實啊壓述不錯啊 因為這場中路一定要選一個AD型的啦 沒有到一定啦 對啦選AD型的會更好 比剛剛我說的阿卡利或者是阿里好嗎 對吧 因為上路已經有AP了 我覺得 這把T1也是選的很好 主要是我不知道Faker的牙術到底有幾兩種 如果Faker的牙術有基本的熟練值的話 這場T1其實勝算是有的 啊 我覺得T1應該能贏吧 你們現在仔細看一下這個陣容 兩邊的陣容啊 你會發現其實T1前期 他是有藍寶作為一個支點的 然後中期開始他的團戰陣容其實也蠻紮實的 有豬女藍寶 大後期還有一個X亞做保證 總體來說我覺得T1的陣容算 相對的很均衡啦 還沒啦 靠北現在才3點 大概要快5點才會填量 這場 亞素沒有人可以管他 埃爾文 埃爾文 只是這場 集飛沒有很多啊 這場的集飛只有豬女的撞 然後瑞空的台 沒了 不然就是亞素自己擊 但是豬女的撞跟這個 瑞空的台啊 不是那麼穩定啊 嗯 飛一格一等下眼 A A Q 飛一格上次選 亞素什麼時候 不然我現在幫你快速查一下好不好 我現在布螢幕幫你們快速查一下 啊 哇上路壓制很多耶 369是好像難受 飛一格上一次玩亞素是2022年7月10號 LCK夏季賽 然後再上一場是2019年6月19號 飛一格生涯的亞素 只玩了15場 12 3 4 6 9勝6敗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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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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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傢伙都在通過 難受了喔 上路 上路要被軍訓了 這應該不能塔殺吧 騙我沒玩過囉 小天進來亂了 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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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先靠 按台就要噴閃 漂亮 跟著 JKLOVE怎麼一丁血 冰到了 雙屁 舒服 Carry 太神啦 Carry超細節的 等你閃 JKLOVE倒地 JK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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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舒服了 舒服了 唉呀 急的呀 天 哇 舒舒服服 竹女 還敢放竹女啊 不是 不是 唉 一選 沒有選竹女 或藍寶 拿一個庫騎 這真的有點做了 喔 哇 這 產線 哇 咒死回來了 咒死 咒死醒了 哇 超頂 哇 趕下班了呀 喔 Faker 換血也換贏 舒舒服服 哇 不是喔 為什麼要一直選卡商帝去打籃寶 沒輸過是不是 而且重點是你這場的打野 又是幫不了上路的局 這個太漂亮了 剛好過熱 攻速真快 配合豬羽的被動 這場上路就做好局 鬥斯還沒回過家 別吃別吃 難受難受 好 好 好啦想下一把VP了啦 超伯 下一把打誰 打京東嗎 啊 啊我發現 我發現一件事情 I feel like at this point Tennis is so on the back He needs any sort of opportunity To make a great deal If you star full of night GENG也很愛首選飛機 選到回家了 BLG也是首選飛機回家了 喔這場 頭佛首選飛機 要回家了 喔上機 上機了喔 喔 哇 庫奇沒有那麼陷阱吧 欸其實 問題不是出在庫奇的 這個 角色的身上啊 而是其他路 因為版本 被T1搞的一個變化了 有沒有 往前騎靠攏了 那庫奇發育不到後騎就結束了 對吧 對吧 如果沒有Carrie啊 搞這一出什麼 輔助又回去玩軟斧什麼的 把節奏往前帶 庫奇其實都可以一直發育到一個 不錯的時間點開始發力啊 與其說是版本陷阱 不如說T1製造的這個環境 製造的這個陷阱 這場就是Faker 最好不要太皮就好了 就是穩健的來啊 真假 這麼滑哦 老客 看起來很舒服耶 很好玩耶 難怪Faker剛剛沒有想睡 這把能快樂一下啊 為什麼歐的野怪可以贏樹人這麼多 不是樹人都死兩次了 他太順了 一件裝了耶 不過其實濤伯前期本來就還好 濤伯這個陣容的強勢騎 是在於說 20分鐘左右吧 一則有魔劍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強勢騎 那個時候才能 確定濤伯到底還沒有一戰之地啊 這個紐漂亮 這個大絕 欸幹嘛交閃 我感覺那個 你們不覺得剛剛 宙斯那個藍寶大絕角度 看起來就是想 換個鞋然後清兵而已嗎 沒有拼殺的想法吧 怎麼有人交閃了 極了 這個到底是369的問題還是教練的問題 拱選一個卡桑蒂選 拱選一個卡桑蒂打藍寶 就有一個版本啊 卡桑蒂是可以打藍寶 就是那個什麼啊 欺瞞者 對吧 那叫欺瞞者吧 有魔盾的那個裝備 剛出的時候 然後上路在帶獵地衝擊 頂上去六等有機會單殺 ApaJg來搞他 也行吧 沒事啊 但是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被壓怕了吧 整場打野都不會幫他 唉有啦 幫他送一次 ok 六重的節奏 感覺 我跟你們講我已經預知到 等一下虎鋪的大家會罵什麼的 一次放藍寶加豬女就離譜 選完都笑了 在場的各位 每個踢罐粉看到都笑了 藍寶豬女喔 一二選爽啊 一閃換一閃亮晶晶 這個節奏非常舒服 下路一打一 這場其實大家打的相對保守啊 沒有什麼大風大浪 可是這個陣容 我覺得中期還是T1略勝一籌啊 畢竟藍寶豬女就是頂在那裡 T1這樣回去還打得贏捐巨嗎 問就是打不贏 問就是打不贏 喔 打一個閃賺 Aka一直滑欸 哇好爽好爽好爽 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好滑好嫩 好滑好嫩 喊 我還想要贏 但我還想要贏 好滑 我還想要贏 有在排隊 但還想要贏 但只能贏 而不是 可以贏 對 我感到贏 你還想要贏 甚至不是 不 don 只要贏 我還想要贏 這個壓制太難受了吧 這波369要回家了 又要打一個TP囉 三層塔皮 哇這個轉線 哪裡中路兩層 哇漂亮 一彎這個轉線過來吃這個浴室澤 很好的節奏 可以播宙斯嗎 還沒有擊殺不要急 擊殺再來 等等宙斯膨脹了 有欺瞞者欸 有欺瞞者確實差蠻多的 雅斯五沒輸 不會輸啊 庫奇前面壓制力不夠 喔人都來了人都來了 菲格第一劍雲落欸 打兇的喔 菲格傳送菲格鬧化 KERRY啊能抬一個屌的嗎 喔抬到 飛機 OK庫奇先死了 往前 浴室澤雖然掉了 但對面也撿不到 哇 菲格被帶走 哇吹得好 漂亮 四打三 一折 哇 哇 哇 菜仔大絕有點小歪 但是拉回來 哇收貓 哇 哇 被一折操作啦 卡桑蒂也太能打了吧 哇卡桑蒂 卡桑蒂撐太久了 欸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發現這個牙速 的問題在哪裡了欸 你看 牙速打得這麼辛苦 也只捲到一個 你看這樣 KERRY啊把全招都交在一個人身上 牙速還等在交大 感覺太不滑 有點滑不來對不對 全部人去集火一個飛機好像滑不太來 浴室者是T1的喔 但有撿到嗎 哇 多一個光盾 有獸獅身上 呃 沒事 沒事 BAKER這場是要買什麼啊 賈克修第二件不會吧 還是一樣是電檔的啊 呃 龍拿到了還可以 我是覺得KERRY啊等等 好像不要開酷騎比較 就KERRY啊不用急著開啦 我覺得不要先手開啦 反手可能好一點 反手會好一點的感覺 而且剛剛那種開法蠻容易被化解的 呃多抬一點人當然是最好嘛 但是其實不好抬到很多人啊 Table也沒有這麼笨 喔欸欸欸對面急了 喔 瑞空抬的哇瑞空漂亮 救的很好 完蛋 卡上帝 哇這就是嗎 這就是嗎 這就是卡上帝嗎 這角色 被壓爛還是有他的效果 喔另外邊有人送了 ok 可行呀第一個台沒台到 可行呀第一個台沒台到 這個遊戲 Nine is just never out of any game ever never that's that's what I've that's what I've learned from watching this player since what 2018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en he first started for top eSports 伊哲的發育有點超前 現在伊哲的強度比 菜雅高很多菜雅起碼要三件 然後雅速現在這個出裝是要買什麼 寒冰霸權 寒冰霸權的那一套 那這樣傷害其實也會略低啊 現在T1的傷害很仰賴這個藍寶 其實這把飛殼出裝邏輯是對的 T1需要有一個人去魯霄 而且其實他們 這個騎飛不夠多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發揮啊 可以發揮啊 哇 差一點欸 差點出大事 感覺又削到毛呢 OK 庫奇跟伊哲雙雙都有魔劍了 這波是TOPPO的POWER SPY 各位 大絕勸退 大絕勸退 飛殼這個風牆放的不好 飛殼5 哇 上臉人喔 他打了超多傷害的 不過乾人頭 欸咒斯這個地方 沒閃欸 沒事 喔這個畫面好像看過欸 啊完蛋 姑媽 啊 上一個伊哲跳出去 被瑞空制裁的 就是姑媽雨洗啊 那下一波 可是姑媽雨洗這樣開大之後 下一波龍好像沒有大絕可以用 下一波EZ沒閃 酷奇有閃 看能不能開到伊哲吧 只是藍寶傷害也要灌到 不然殺不死 藍寶大絕一定要扣在伊哲頭上 現在經濟贏3000 對TY來說是大好局勢啊 但是問題就在於 TOPPO現在POWER SPY啊 兩個雙C 現在都三向加上 水滴劍 魔劍正中 這波關鍵團啦 可是其實老實說啦 T1不是不能放 就是打人就好 龍不要執著啊 龍不是重點 打人就好了 打人 因為就算你吃到龍 現在掉一個人頭 欸漂亮 大到天 哇 OK 偷掉了 一直倒了 哥哥倒了 Faker 最遠端 哇 這個封牆 擋掉 呼吸 下去 哇 好猛喔 Faker 哇操 把Jackie Love被 鬥斯一個倒被偷到了啊 哇 看重播看重播 Owner這個 哇 Owner這個甩區 漂亮 然後Carrie直接閃根 哇 你們知道這波最細節是什麼啊 Faker沒有 開大決打在伊澤的身上 因為他知道他必死了 哇 哇 可以啊 可以啊 Faker很信任他的隊友啊 NICE 吃巴龍 看起來是再見了啊 因為伊澤最怕這個中期節奏被斷 人家傳送 啊 高哥 離型 嘿嘿 我是Faker的話就這樣表情 嘿嘿嘿嘿 大決 逼你一技能 Faker的舞沒閃 喔 掰掰 哇好狠喔 節奏突然提速了耶 喔 Owner這三件裝也太團隊了吧 號戰 騎士士院 齊科 哇漂亮 抬到了 抬到酷奇 但是VegaR不到 距離太遠 呃 咒詩 Owner沒死 漂亮 封牆 現在封牆變得好大一塊 哇操作 哇 哇 姑媽 不讓隊友專美於前 秀了一波 雖然是乾人頭 但很帥 哇 這個操作 很滋滑啊 喝水喝水 你有看嗎 姑媽 剛剛這樣 只差沒有咳兩聲了 哇 只差沒有咳兩聲 喔 歌要放出來了吧 真的 啊全部都放一遍啦 喔 喔 師福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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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9 啊 4 7 6 6 6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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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一波很關鍵啊 不要擠不要擠中路再帶 等你再繼續幫忙先看啊 慢慢磨慢慢磨 中線已經帶完了 這波藍寶來了 應該守不掉了 把這個塔長毛了呀 這場宙斯也很團隊耶 直接買醬治療 小贏一萬 到現在還要先質疑嗎 都已經這麼領先了還不能吹一下嗎各位 要質疑到底就對了 飛哥哥 飛哥哥 被開兩個 風箱沒擋到東西 飛哥抬兩個雙C 可惜 少一個AD的傷害 不能抬到雙C耶 可惜可惜可惜 但是 乾人頭 沒有小桶 沒差 問題不大問題不大 乾人頭乾人頭 中塔大不了給你 你要擠啦 唉唷 飛哥故意的是不是啊 但其實飛哥剛剛差一點點耶 你們看這裡 這個Carrie啊 抬到兩個雙C 很漂亮耶 哇 直可惜沒殺到 雷娜閃現Q太無敵 飛哥最後一件裝 是手套或者是死亡之舞嗎 Carrie啊在繞Carrie啊在繞 在上面有眼喔 被看到了 竹女空大 小龍能吃到嗎 漂亮 姑媽的 火龍魂 藍寶大兩個 抬到兩個 飛哥開大 哇 漂亮 哇 讓我們恭喜 哇 Carrie啊玩得很好 有沒有 我們剛剛 這個第一波團戰失敗之後 我們Carrie啊就有發現啊 不能主動開啊 就是不能第一時間Carrie啊 就直接衝進去 Armor一個Carrie位 要等對面 先把一些技能繳的 把這個位子收攏進來的時候 壓速開封牆 再跟他 進場 好Carrie啊笑的 拍什麼 哇 Let's go T1 Let's go T1 Let's go T1 We are Carrier See the Carrier Carrier He want to Carrier 欸怎麼有一個石油網 怎麼有一個人跟著他欸 你誰 怎麼有一個人跟著他欸 喔那是你們爸爸是不是 喔那也是我爸啦 喔出錢就是爽 嘿嘿 哇好爽喔 出錢就是爽 哈哈 出錢就是爽 好爽 哦 貝克哥 貝克哥往前 哇 貝克笑了 三角形 哇 直接牽進去 拍手 哦 金盤 哇 哇 貝克 達成了史無前例的成就啊 這個 春冠 MA時代冠軍 夏冠 然後再加上世界冠軍 最後再加上這個石油杯冠軍 哇 真大滿冠 大滿冠plus 哦 還有一個IEN 舒服 哦 對 還有亞運 啊 還有什麼是菲克拿不到的 恩進 哦 石油 石油爸爸 哦 爸爸 哦 我爸 這個我爸各位 跟大家介紹一下 啊 太神啦 哇 T1 T1 欸欸 菲克 舉兩下之後抓頭 呵呵 呵呵 好久沒看到菲克笑這麼開心了欸 就這個比賽的大小 不會讓你覺得 哦 拿冠軍很艱辛 會突然想哭 什麼的 大家就是贏了就開心 壓力相對比較小的比賽啊 哦 來來來 虎鋪睿平 菲克9.3分 這把很快樂欸 哇 這把真的超爽的 Carria 9.5分 漂亮 其實Carria這場 有一個很關鍵的這個調整啊 第一波團戰啊 在浴室者外面打輸的那波嘛 就是因為他們先手 只開了一個飛機嘛 對不對 那全招都ALL IN 再加上亞術大絕 這樣ALL IN下來之後 就沒有人可以阻止 淘寶的輸出了嘛 尤其是這個 Shake it up的伊澤 而且這樣子接法 也不一定殺得死 因為這場亞術出了是 肉莊 後面的話 Carria都是等團戰 比較混亂的時候 再反手開 給濤伯往前打的 這個進攻壓力非常大 我覺得這場宙斯 應該是MVP啦 好幾波繞背 很漂亮 團戰其實玩得挺好的 雖然說沒有人頭嘛 對不對 可是他玩得很好 姑媽9.5 看起來有點隱形的 姑媽就是好姑媽 當然啦 姑媽是玩得好的 我沒有說姑媽玩得不好 只是說姑媽看起來 是存在感最低的時候呢 就是T1最強的時候 因為姑媽就是T1的保底啊 Owner JG Gap 怎麼會讓Owner玩到豬女呢 如果石油杯 所有對決MVP 我會給誰 Carria跟Owner都不錯 小天2.4分 哇 第一場被吹到天上了 最後一把直接掉到地上 好慘好慘 勝者為王啊 敗者為寇啊 JKLev6.3 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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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熬了個大夜 就是來看你頭鐵 三放藍寶 小炮King 這個註解真的很靠北 經典絕境選肉 369 只能扛的男人啊 不要再說什麼定制版本啊 聊天室那個已經過時了 現在是定制獎盃了呀 如果可以自選三個的話 我就一定選捐具BLG 套博了 定制獎盃 爽到歪頭 嘖 我現在這樣看 真的覺得放藍寶跟豬女 還是很離譜 在T1這邊其實也蠻陰險的 說實在的 他這個地方 ban牙寧 就是怕說 你可以選豬女對不對 如果這邊牙寧沒有ban 大概這裡就是要拿豬女了 然後他ban牙寧 也不去ban這個前三大的OP角 變成說 你只能拿一隻 然後我拿兩隻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拿一隻的話 應該還是拿豬女比較好吧 豬女或藍寶吧 我感覺豬女應該是最好 因為藍寶他還有他凱能可以解嗎 結果都給 選到這裡就笑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 可以直接拿凱能加打野 藍方的下路組其實可以往後擺的 就TOP的理解是凱能好打藍寶 然後我這個地方再選一個打野 對不對 要馬加羅 要馬就一樣拿艾爾文無所謂都可以 三個選完下路線等 這不是如果菲克拿酷奇 小奶油線會炸開 我覺得不會 如果這個地方菲克拿酷奇 小奶油也可以拿 別的角色吧 阿卡莉就可以拿 他不是沒有阿卡莉的嗎 你們看假設左邊這邊拿豬女 然後菲克選酷奇 那宙斯選藍寶 我選個阿卡莉 再選個什麼烏迪爾去打藍寶 然後第二輪的話 就選一個大C 感覺舒服很多 或者是烏迪爾不要這麼急著選嗎 先選直接選捷力嗎 我感覺這個畫面會比現在好很多 T1就是 我也講過很多遍 但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T1就是直接把你整個夏季賽打的版本給推翻了 原本大家都在玩什麼 中路射手加上AP打野 然後輔助就選個硬服 阿我現在Carry阿又回去玩什麼艾希 阿回去玩瑞空瑞娜達阿 阿逼你回來跟我玩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準備不足就亂了嗎 你準備不足你就處理不掉我嗎 還有三射手阿 傑弟的阿 什麼定制版本阿 這個叫自創版本懂不懂阿 整天在那邊定制定制 沒輸過是不是阿 一個人的全局BP 古媽尤其十局比賽使用十個英雄奪冠 哈真假 古媽這次比賽 第一隻凱莎 第二隻三娜 第三隻劑 第四隻伊澤 第五隻凱特琳 第六隻希維爾 第四隻傑莉 第八隻克里斯達 第九隻艾希 第十場 最後一局 差雅 欸超扯的耶 人家全局BP是一局而已耶 他是什麼 整個比賽的耶 第六隻手 第六隻手 第六隻手